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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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剛才下課也蠻多的同學 來再問一下這個 System Code的設計為什麼是長這樣 就是為什麼要有Folk 然後在EXE CLP 這兩件事 首先第一個 大家要回到根本 MegOS可以 Define自己的System Code 所以我們這邊介紹這個是 Linux的話 它的Decision是這樣 它有一個System Code叫Folk 然後做Process Creation 然後再provide另外一個 System Code叫EXE CLP 去replace 任何一個程式它目前 它的Memory的Content 尤其是指的就是它的執行的 Code的 它的Execution的部分的這些Content 也就是可以把它reset 一個Program的意思 所以它決定把 這個兩件事切開 然後用兩個不同的System Code 來做這件事 那Programmer 自己去看了這些System Code之後 那它的Behaviour 跟它自己的需求 所以通常如果你想要 論的目的是 create一個新的Process 然後叫它run另外一個Binary Code 的話 就必須先callFolk 再callEXE CLP 這是結果論 是指Linear這個OS 它define了這些System Code之後 你的使用上是這樣子 那所以這兩件事情 其實這也是很合理的 因為你可以注意到 create一個Process 跟reset一個Process 裡面的Memory Content 就是Binary Code 還有State 這兩件事情是完全不同的 create就包括你要去allocate 這個Memory的空間 然後要把它的這個Memory的 很多要管理一個Process 你會 always 需要create很多的 Data Structure Meta Data等等 像是我們之前提到的 Process Control Block 對不對 有一個新的Process 你就要 always 要幫他create一個 Process Control Block 然後裡面的值要 空間啊等等嘛 你都要去initialize 對不對 所以有很多很多事要做的 不是這麼簡單的 所以這些事情 就是Folk在做的 那至於create出來之後 它裡面到底該存什麼Variable 的狀態 它的Program Counter的值 到底是多少 它的Binary Code 這個Code Section裡面 的Content 到底是什麼 其實並不是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所以是由execlp 這個System Code 去做Setting 所以其實它把這件事情 就是切成兩個 一個是Create Process 另外一個是 把一個Process 它的狀態 去做重新 這個Reset的動作 那兩個結合起來 才是達到Programmer 要做的事情 那 所以 是把它切成兩個的 然後呢 我們之前 為什麼我們要花一點工夫 在講這些 討論說 這些creation上的Decision 可能性 對不對 因為大家不要被綁死了 那個只是Linux的決定而已 所以如果你OS的Concept Process在Create時候的Concept Parent跟Children的關聯性的話 你可以看見這三個 是最主要的一些考量 執行順序 然後它已經去取得了一些 系統的資源的歸屬 還有呢 最重要的就是它的Memory Space裡面的 起始的狀態 它的管理 是要重新一份 還是 就直接把它給清掉 其實是有這些選擇的存在 那Linux只不過是在這些選擇下 它的決定是用過這三個System Code 來實現而已 所以其實你去查的話 就算是Linux 說不定你也會看見比較新版的 或什麼 或許它也會 define 新的System Code 去捨破不同方式的Process Creation 這也是可以的啊 沒有人說不行 所以這邊只是就是最標準的 這個方式 通常都是這樣的方式去 create個Process 就是這樣的一個選擇啦 因為我們說過 System Code 這個Kernel 是很複雜的 通常不希望 不希望就是 define 太多的System Code 會造成 maintenance上的困擾 對不對 所以它都會希望定義的System Code 越少越好 然後都是很 就像一個一個module一樣 Service Programmer自己去想辦法 怎麼樣去兜這些Service 然後去 implement他們要的事情 所以只要能夠做到 其實就好 或許Programmer要多寫幾行code 不過對於OS而言 這他可能是比較 希望越簡化越好 好 那我們這邊就來直接用 剛剛介紹了三個System Code的用法 會是長什麼樣子 那你可以看這邊我們就寫 假設我們就寫一個簡單的程式 大家都很熟的 那裡面就是 code這個fork 這個System Code 其實這是c 所以其實這是c library的function code 只是我們教過了 它會去code到OS的System Code 會再進去code 那名字就取得一樣 就是fork就對了 在Linux上我們就稱之為fork 也就是create個新的process 那很重要就是我們剛才說的了 這一code下去之後 你的腦筋裡就要去想像一下 這邊只是一支程式 一支程式process 但是我一code這個fork 你要想旁邊我又來了一支process 然後裡面的程式 長得完完全全一樣 這裡看不見 但其實就有兩個了 雙胞胎 而且他們有自己的program counter 所以是自己指自己的 那雖然說什麼都一樣 但就像我們剛剛說的 有一個不一樣 return值 所以如果你是parent的話 你的這個 a的這個值的設定 它就不可能是0 因為它就會是child的pid 所以當我們這邊下一行 是寫一個if else的時候 parent跟children都是執行 這一行一行執行 可是如果是parent 他執行到這一行 他會發現不符合 因為他的a的值其實是有值的 所以他會跳到else 那child的話就不一樣 剛好反過來 因為我們說child的a的值 它的是0 所以它就會進到這邊了 所以這兩支程式 雖然程式碼一樣 但是它是同時 你去trace它的code的時候 他們就會走到不同的地方去了 然後有自己的program counter 所以是獨立執行 所以這隻child 先被create出來的 他就會去call print這一行 我是child process 對不對 然後或許你可以print它的pi 就是去print它裡面的值 然後會call這個 等一下我們再講這個 那parent的話 當然就可以call parent 然後在這邊的應用來講 我們child print完這一行 知道它是child之後 我們就叫它去call exe-clp 那parent我們就叫它去call weight 所以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exe-clp 它會把原來的程式碼整個覆蓋掉 這是它的目的 所以這個child的程式 雖然它原來程式碼長這樣 它執行到這一行之後 它就會整個清掉 去執行這一支程式 所以這個只是 就是這個binary file的位置而已 ls大家應該現在知道了 就是在linux裡面去list folder的指令 那個binary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 我會把child 它現在就會去call ls這個指令 然後它執行完就結束了 所以它並不會再去執行後面的程式 這些它全部看不見了 因為它就等於被換成另外一支程式一樣 但是是同一支程式 只是它的程式碼原來在執行這邊 call了這個之後 它可以重新reset 去執行別的程式 OK好 好 那parent它是wait 所以雖然說它這個是 這個裡面的程式碼 內容不一樣了 但是它是同一支程式 同一支process 所以當我們的這個parent 去callwait的時候 它wait的人 仍然是原來那個人 它裡面執行什麼 它不care 反正是wait同一個 它的巧的就對了 所以它會等在這裡 然後等到我們剛才解釋過的 它的定義 這個system的定義就是 等這支程式 terminate了之後 它才能夠繼續執行 所以它就會被放到OS的waiting queue 然後等到OS知道這個process結束了 它就會signal告訴這個parent 你可以繼續執行 所以把它放回到ready queue 那它就可以執行這一行 所以它會知道執行這行的時候 剛剛那個child一定已經結束了 那最後你可以看見這個process end 對不對 所以很重要的是這一行 只會被parent給執行到 children雖然說 children它這邊是if else 這個是在這個branch的外面 可是因為它已經去執行這個程式了 所以它已經整個都看不見了 所以它其實不會執行最後一行 所以圖表上來講就是我們右下角 那如果你看這個output message 你應該會看到什麼勒 前兩行就會是這兩行 對不對 child跟parent 所以大家想一下 如果理解的話就會發現 應該是這兩行 這兩行的順序沒有一定 所以這只是我們今天先寫綠色的 有可能是紫色先 因為我們說是concurrent 對不對 所以這兩行的順序有可能是會互掉的 第三行就會是LS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一定是LS 因為這邊有一個wait 對不對 所以它一定要等child的結束之後 它才能夠去print這一行 所以第三行一定是這個 對不對 甚至於它有可能是 但這一行也可能往上掉 對不對 所以這一行也可以跑到第二就對了 所以LS一定會在下面這一行出現之前 就對了 那這邊LS 所以只是list 所以這邊只是個範例 所以你可以supposedly的螢幕上 就看到一些list folder的output就對了 因為它去執行了那個新的program 好 那 但是就我們剛才說的 這個一定會在這個前面 所以一定要等到這個child的全部執行完 那parent才會break這個wait的這一行 然後進到下面的prenumpt message 而且最後這個process end 只可能看見一行而已 你不能夠看見兩行 不可能看見兩行 可以 好 所以 這個是還蠻重要的 就是 這個基本process之間的觀念 所以大家要知道fork、execlp還有wait 它的behavior到底是什麼 所以今天我們 像在考試啊 或是這個 可能會有一些題目是 利用這些system code 去一個簡單的程式 像這樣 那大家要能夠知道它的執行的行為 如果能理解這些system code 它的意義的話 應該就可以知道它的output 會長什麼樣子 好 剛剛那個fade指示 哪裡有蹦出來的 這個純粹只是 這個只是一個return 它的狀態而已 所以 這個 這個要去看它的這個system code裡面的spec 不過這個只是一個output而已 我現在這個程式沒有寫完整 所以 應該不能說蹦出來 我只是 就把一些省掉一些行數了 不過 你去看看system code 你就知道 Linux的話 這邊會要求你塞一個status的pointer 那這個目的是 它會告訴你 這個process 它的status是什麼 就是它return 比如說是 error fail 還是 OK 就是success等等 它會在這邊紀錄 那這個就只是單純return 等待的那個process的pid而已 而且 其實這邊我們大概沒有講進去了 你會發現 為什麼這邊沒有指定哪個process 因為我這邊可以create很多process 對不對 所以你到底wait哪一個 這個wait的system code沒有指定 所以任何一個children結束 它就會break 所以你可以create四個 那四個可能執行不同程式 所以誰知道誰先誰後 不知道啊 但是whatever有一個結束 它就會break 然後它會告訴你哪一個人結束 這個是這個wait的定義 像這個就好多了 這個大家可以去查system code 所以wait有好多version 所以你要指定啊 還是不指定都有 這個就還蠻多的system code 那我在child process裡面 可以再create一個child process 可以 所以還記得我們說是一個tree嗎 所以為什麼會是tree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child裡面我可以再create 所以你問的問題 就是我們下一個問題囉 所以不只可以 這是大家去想的 就像這個例子啊 你看我們就寫一個很簡單的程式碼 三個for loop裡面都寫一個fork 就這樣 會發生什麼事 大家要去trace code一下 這個意思就是fork之後就會有child跟parent 那我不care 反正每個人 他又會繼續執行下一個iteration 他又會去code到fork 所以第二代的children 他又會再去create第三代 然後這樣一直下去 是可以的 所以我們就把它畫出來 這個 這個 因為很trace code 對不對 在我們這邊的話 我們通常都是會想要知道 他到底是 誰跟誰的關係 就你剛才說的parent 到底誰是誰的child 誰是誰的parent 還有裡面的程式碼 到底執行到哪一個program counter 這當然有點複雜 但是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把它畫成tree 你就不會loss掉了 所以你可以像這邊 你可以看p0 就是原來的這支程式 進來的時候 所以這時候i等於0的 然後你就call了fork 所以我們知道 他就會產生p1這個人 那這邊我們只是方便 就是通常process的tree 我們是不會去重複同樣的process 但其實沒差 你可以先畫完再把它精簡化 對不對 或考試我們也不會那麼care 你只要畫出整個tree的關聯性就好 所以比較簡單就是你可以想p0 他就執行完fork 他仍然存在 那你fork完就會產生p1 然後咧 這兩個人不要忘記 他的program counter 沒有被resetfork的話 所以他們下一輪i的值都會是1 所以1的時候p0他又call一次fork 所以又產生一個小孩對不對 那p1他也還是存在啊 然後他在i等於1的時候又call一次fork 所以又跑p3跑出來了 那這就已經p1就產生p3了嘛 然後你再跑一次 所以現在0 1 2 3 4個process 都會再去走一次for loop 然後是最後一個回圈了 就是i等於2 對不對 所以你又會再call一次fork 每一個人都call一次fork 所以就會得到後面的結果 那像是我們到時候問的問題 可能中間就會複雜一點 就多一些if,else,然後加一些exe,clp 這些mix在一起 他會稍微複雜一點 但是最好的方式就是畫這顆tree 所以如果譬如說我們這邊複雜一點 這邊寫說 ifpid等於0你就callexe,clp的話 那你就知道那個程式就斷掉了 就不需要再去垂直下去了 那也不要忘記 像exe,clp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到了p2 我這隻程式call的話 他只不過是內容換掉 所以並不是會再產生一個p3 他只是就停在這而已 然後其他程式可能會繼續callfork 但是如果他call的是exe,clp 那他會被replace掉 他就不會再去call剩下的程式碼了 所以這裡最簡單的方式 我建議大家是 最簡單去練習的方式 非常非常簡單 自己給自己出些題目 你可以自己寫一些程式碼 這些combination 就在我們的server上implement 你就run下去就對了 看看他的結果是什麼 跟你想的 跟電腦跑出來 到底有沒有match 一定是電腦對嗎 沒match就是你的理解上 有一些漏掉的地方 這個很容易驗證的 所以像這個是可以跑的程式碼 大家就拿這個丟上去 compile就直接run 然後你就叫他print這些information 你就會知道這個tree長什麼樣子 我們不會刁難各位 不會弄很複雜的 但是基本的 這種比較像這種比較基本的 大家還是需要知道 然後用一些簡單的example exercise 然後自己驗證一下就可以了 好 好 好 那剛剛我們講完這個creation 所以creation的流程就是 像剛剛那樣子 會稍微複雜一些 那termination的話呢 termination當然 我們都知道 其實就是call exit 這個system call 當你program return 你的main return的時候 其實他就會去call到 exit 這個system call 好 那他的行為 其實大家應該也可以想像到 他最主要就是要把所有的resource 把它做deallocation的部分 對不對 所以包括你open的這些resource 就是file handler啊 IO的buffer啊 其實可以很多的 然後還有你allocate的這些memory 全部做deallocation嘛 所以才可以讓這些空間回到OS 讓OS給其他的程式使用 那 那除了這個方式 這個是自己 對不對 你自己call exit exam這個system call 就把自己結束掉 那就像我們剛才說的 因為你有parent children的關係 所以其實parent 他也可以強迫一個程式 把它給kill掉 那這個指令就叫做aboard了 所以你可以去aboard給他一個pid 所以你可以指定 把某一個程式給kill掉 但是基本上這個你只能是kill你的children而已 對不對 所以你不能kill你的parent 因為你kill你的parent的話 那自己也會被kill掉 所以他只能是從屬關係 所以你要把他的children 你可以透過aboard的方式 把他給kill掉 好 不只是例子 所以什麼時候你會call aboard 通常都是有問題 像是你的children可以太多resource 對不對 像你寫一個web server好了 那種比較一些系統的server 你很多時候你會 很多connection client進來 你可能就會create很多的chill process 去負責不同的事情 那誰知道 可能哪一個client 他使用的資源就是太多 可能是malicious的user 甚至於 你發現了 那你web server 那一個parent的process 就可以去把它給kill掉 或者是他事情做完了 對不對 你已經看到人家斷線了 已經離線很久沒有回應了 那大概是不需要了 你就可以用aboard把它給kill掉 但這邊指的不是threats 這邊指的是process 所以說我們在系統比較大的時候 甚至於是在process的level 在寫一個系統的時候 你就透過這些system code 來控制這些process之間的運作 那就像剛剛說的 很重要的是 因為我們是一個tree的概念 OS 所以說當你kill掉一個parent的話 它下面所有的children都會被砍掉 所以你那個tree 所以任何一個點 你把它kill掉之後 你下面就全部都沒了 是強迫的會一層一層的把它kill下去 所以這個是process這邊 去delete的話 基本上就是用這樣一層一層 會有這個影響下去 所以 這邊想要補充的是這個 你們一定都用過ctrl-c吧 對不對 一天到晚用 看看for loop的時候 為什麼你ctrl-c可以有用 因為 你們在下指令的那個是console 那個英文叫console 所以其實console是很上level的process 就是我們OS launch之後 它就會先create console這個程式 是一個process 然後你在那個process 你在執行程式的話 其實是那個console下面 再去create這些程式 running的程式 所以說 其實這些程式是同步在執行的 所以你在那個console下 當你按ctrl-c的時候 它其實就知道 是哪一個它的chill的process 然後它就去下而播 然後去把它砍掉 所以你才可以去砍它的 因為你是上面那個console 上面比較高的那個process 在這個console下 執行的那些程式 其實都是透過你那個console 程式再延伸出來的 所以可以這樣去砍它 那還有另外一個 大家這個 你們如果比較進階一點的話 有時候可能會用到會發現 有一次程式很討厭 它就一直hand在那邊不動 比如說一個web的server這樣卡在那裡 你想要去把它砍掉 可是不是你產生的 你就純粹就是別人哪個user產生的 你想去砍掉的時候 它有另外一個指令 就是kill 那那個就需要permission 所以那個其實是call的system code 叫os 不管是哪個使用者 它都可以叫os 去把誰把它砍掉 因為os是root 是最上面的那個process 所以當然可以再去砍任何一支程式 但那個其實就是要透過system code 你可能要有足夠的權限 你才能夠去砍掉那些程式 所以其實它都是有 雖然你可能不一定使用上感覺出來 但實際上它是有很嚴謹 一層一層的這個level的關聯在裡面 所以你才可以用這種方式去kill這些process 好 所以這個是我們這邊 所以大家知道這個creation 跟這個把它去做deletion的部分 好 好 十分之一 走 好 好 1